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澳洲ABC的文章。 澳洲推出R系列新版护照,都有高科技防伪技术。 隐藏在澳大利亚新版护照中的本地动物图像实际上是一种高科技防伪设计。 澳大利亚护照办公室,Aurlian Passport Office,推出R系列新版护照, 其特点是整本护照都隐藏着澳大利亚图生图长的动物的图像。 但这并非出于设计考量,而是一种高科技的安全防伪技术。 如果你在2023年申请新护照,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 为什么会推出新版护照? 各国每5-10年会更新一次护照,以改进安全功能,更新设计,这是国际最佳做法。 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指出,为了挫败, 护照等旅行,文件伪造,我们必须定期升级澳大利亚护照的安全功能。 旧版P系列与新版R系列护照,又,封面颜色和设计有细微差别。 Supplied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ntry 新版护照有什么不同? 外交与贸易部,DFAT,说,新版护照的精心设计使之更难伪造。 亦有护照持有人照片的那一页带有一个芯片和感应线。 在新版护照上,护照持有人的照片将出现两次。 新版护照的照片插页是由兼顾的,高安全性的分层塑料,polycarbonate,聚碳酸纸,制成的。 护照芯片嵌在右侧,为了快速通关用,芯片上面有三条平行线贯穿其中, 这些线就是信号接收线,用于通讯沟通。 外交与贸易部说,聚碳酸纸材质不太容易受到损坏。 Supplied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ntry 新版护照的签证页上有17幅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风景画。 但是,当放在紫外线下时,每张印刷品都变成了夜景, 并显示隐藏其中的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动物。 而系列新版护照与旧版护照一样,继续将原著名艺术品耐入其中。 我需要更换成新版护照吗? 不需要。 除非你的护照距离失效日期不足6个月。 更换新版护照的费用是多少? 澳大利亚护照申请费以其高昂的价格而闻名。 16岁以上的人是325澳元,16岁以下是164澳元。 这比2022年1月的308澳元和2021年1月的301澳元都有所增加。 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你今年申请新的护照,要注意可能会出现延误。 根据外交和贸易部的说法, 无论你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海外申请, 都应该允许至少6周的时间。 然而,在2022年8月, 大约4万名申请人在6周后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护照。 外交部将这一延误归咎于180万澳大利亚人在疫情期间国门关闭时没有更新护照, 导致现在扎堆换护照。 但外交部说新的R系列护照的推出不会增加等待时间。 澳大利亚护照办公室上周四说, 第100万本新的R系列澳大利亚护照本周下线。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